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推进一部电影《罗曼蒂克肖王史》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日本人来到上海后 上海的大亨 陆先生家里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 故事从1937年僧龙会战前夕开始 这天 陆先生家里邀请来了一个人 是工人的老大 工人罢工 而且还绑架陆先生他们的人 陆先生在家里和这个人进行和谈 但是和谈失败 陆先生派人剁了这个人太太的手 这个人被吓坏了 说出了官人的地方 这个人也被陆先生杀掉了 这听 日本人和陆先生来谈生意 陆先生没有答应 日本人就去找了陆先生的妹夫 这个人是个日本人 要他想办法杀掉陆先生 另一边 一个人来送点心 原来 给陆先生家里送点心的一直是小张 今天突然换了一个人 去开门的王妈意识到这个问题 突然 在庞子笼子边被绑着的小张跑了出来 被那个人杀掉了 而王妈也中枪了 晚上 陆先生就收到日本人的邀请去吃饭 陆先生将吃饭的地方定在了自己妹夫家里 就这样陷入了陷阱之中 陆先生已经去赴约了 陆先生的三弟原来已经投靠了日本人 带人去杀了陆先生吃饭的地方 外面的保镖 而里面的日本人承认自己杀了王妈 陆先生的保镖开枪杀了他 自己也中了一枪 陆先生的妹夫杀了定小二 也中了一枪 陆先生和保镖回到家里时 发现家里人都被杀死了 只有妹妹和两个儿子藏在床底下逃过了一命 陆先生带着两个小侄子去了香港 这时 电影剧情回到了三年之前 一个美女和帅哥正在跳舞 而且动作很是金尼 这时 陆先生进来了 原来 这个美女是陆先生大哥的情人 陆先生大哥觉得丢脸了 让陆先生找情人低调点 陆先生答应给这个女人安排演戏的工作 所以 这个女人就不给老大戴帽子了 暂时没惹事 这时 老大 老二 老三 这一大家子在吃饭的时候 王妈给陆先生介绍了一个武功高强的杀手 第二天 王妈就把这个杀手给带来了 这个杀手就是陆先生日后的贴身保镖 镜头回到老大的女人演戏的地方 老大的情妇和另外一个小仙手勾搭上了 老板最后决定不为了这个女人丢面子 不打算杀他们 让陆先生派人去送老大的情妇去别的地方 永远不能回来 老大又找了一个当红小演员 开始这个小演员不愿意 但是他自己的丈夫却同意了 小演员也只能同意 这时 电影的镜头又回到了三年后 陆先生带侄子逃亡香港的时候 陆先生看报纸发现了自己的3D 已经和日本人开始开银行了 陆先生的保镖和姨太太 两人在车站等陆先生的3D 然后姨太太被杀 但是保镖成功杀了3D 镜头再次回到陆先生的妹夫 妹夫送老大的情妇去苏州的车上 妹夫没忍住 开枪杀了司机 在车上硬上了老大的情妇 还把情妇开车拉回了上海 在自己的餐厅地下室 养着情妇供自己娱乐 每天都是吃饭和做哀 原来 陆先生的妹夫 当时被打了一枪 但是没死 后来还参加日本军队了 而陆先生也一直挂念着老大的情妇 曾避难所带走了她 日本战败后 陆先生的妹夫在战俘营 陆先生来杀她 但是在战俘营里面没办法杀人 而妹夫则躲着不出来 陆先生以妹夫的儿子邀请 他以为陆先生不敢杀自己的侄子 但是陆先生的保镖依然杀了他的大儿子 妹夫从战俘营里出来 陆先生带来的老大的情妇开枪杀了妹夫 故事到这里也结束了 整部剧情时间点变回了很多次 刚开始看开头可能有点看不懂 不过慢慢看就能看懂 看到最后还是会发现 这些部非常棒的电影 值得一看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